四月期間台南官會中心會口尊重是不夠 為了協助解決這個問題 台南市長參選人敢順座 十四和尚五特別在服務處進行 是辦理一條官會共有活動 除了說合調國服務處的新聞真來表現 也自己率先來作模範 台南市長參選人敢順座 在官會請定義方系統相機不順快 在官會精心吃幾嘴 便要來的各種按比起來準備官會 四月期間發生人敢順座 昨天對上禮拜五開始 台南官會中心就出現全部人敢 合計起來不順座四天的經濟狀況 為了協助客戶可以補充核量 市長參選人敢順座十四和尚五 地方服務處進特別基盤一條官會活動 希望可以為社會政治紛爛 今年因為整個天氣的炎熱 所以許多的疾病都發生 所以缺血的情形更加嚴重 所以他希望說我們能夠 來辦一個缺血活動 我們也依然就馬上答應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情 雖然過去兩天有五千年幾年的主立 不過台南官會中心 陳隆平課長也表示 因為先前那兩件中不足 尤其是歐型的會 24個間順座 合部處置這條官會活動結束後 也是不能完全改度看過的問題 目前庫存量如果以歐型來講 其實因為之前供應給醫院都不足量 那今天在供應足量下 大概下午歐型也會只剩下五天 所以要呼籲民眾 尤其是歐型的民眾 還是要踴躍來響應捐血 尤其是民眾的當局關閉 能順座和部處置這邊 提供能整備的溫算品 包含了詳細的寬佈 保留水桿 以及有體溫過功能的攝帶性耳溫卡 方便民眾可以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個黑黑的地方是可以量體溫的地方 那這個膜不用拆開 它可以重複使用一年 那如果你覺得身體上 覺得是不是有發燒的話 你可以把它貼在這個地方 那在室內的話差不多20秒 那在室外差不多10到15秒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看 過年10點開始 剛才跟孫做本郎以及他的 驚嚴大軍都清新關閉醫科 今個合部團隊要得人到達到鄉境 剛才剛出列會做攻擊 希望會等會感情急撇的 這個問題進到一點點的力量 有必要就用自己的熱血 來幫助社會上更多的人 去吃飯吃安兵庫 彩虹報道